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中国人父母我发觉 我在这个讲座当中常常在讲 就是中国人父母动机都好心 我们都出于好心 孩子啊不要这样子啊 你让我走到你房间 像走到森林里面啊 对不对 蟑螂老鼠还有妈妈特别放蚂蚁进去 用心良苦我们真的要给他鼓掌 那你就是发觉到 其实有很多的这些动机是好 但是我们没有告诉孩子说 其实你房间整理干净 我希望你健康 我希望你我也 我没有把动机讲好 以至于我们再重复放同样的一个录音带的时候 孩子听多之后就觉得好烦 那他没有听到父母背后的一个动机 可是有些时候 因为我们看着孩子长大 有些时候从小念习惯之后 发觉到他这么大你还要念 所以到慢慢的时候 父母亲也要跟着成长 有些战场真的放了 反正他喜欢乱就乱 等到他有一天有男朋友女朋友来 他就不一样了 他整理得比你更快了 那个关键 有男朋友要来的时候 赶快 是啊 对不对 收拾干净 不是 他还会搞出来说 妈 你的客厅不够整齐 是啊 所以有些阶段是要让他们去成长 他去摸索 就像刚刚8号的妈妈说到 自己找不到东西 他要置实其果 他要自己感觉到说 我的生活不整齐 或是我生活当中 有些观点跟你不一样 因为乱所以找不到东西了 自己要承担 是 是 是 那在这承担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给他一点空间 去成长 过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